东华富小13位学生在四位学校老师 两位台师大指导员及五位家长的代理之下 2021年元旦假期他们战胜零下三度低温 成功登上了荷欢北风 哈哈山 石门北山等海拔3000公尺以上的高山 这项创举也让他们新的一年增添许多温暖热情和希望 东华富小山野教育团队一群24人 在2021年元旦假期战胜零下三到五度低温 成功登上了荷欢北风 哈哈山 石门北山等三座花莲陷境内3000公尺以上的高山 我最大的收获是和老师同学们一起上山学经验 学到如何坚持下去 有毅力然后很好玩 是觉得最好玩的地方就是和朋友们一起上山 看风景然后在山脚点享受攀乐的时光 在这次的讨厌中我们还学习到如何生活煮饭 还有如何安全的校团更大 我觉得我们这次登上活动最有趣的地方就是 一开始在我们的行程之间 因为经验老师的指导我们知道我们要怎么收东西 这样我们才能知道我们东西应该要放哪里 而且还做了许多有趣的活动 没有撒 我这次最大的感想是 我可以跟我们的同学我们的朋友 一起到那个山上去享受风景 所以我觉得我很开心 陪伴孩子们一起完成登顶挑战的家长也十分肯定这项教学体验 好这次很高兴能够一起跟老师还有学生一起上山 那也有几位家长一起同行 那这次老天也给了一个很棒的天气 整个是大景 然后昨天又有沿路的松湖美景 那学校也一直很支持这样的活动 那非常谢谢这次活动非常成功 谢谢 我们的小朋友这次表现得非常好 那除了昨天爬了两座3000公尺以上的高山之外 今天也顺利成功登上了河湾北风 真的是让我们看到教育上的那种热情 跟孩子展现出无限的努力跟毅力的跟希望 那期待未来我们东华富小的山野教育 能够越来越成功 然后让更多孩子 那更多的家庭有这个机会参与 东华富小很棒加油 带队老师表示登顶过程十分艰辛 但是小朋友们团结的走在3000公尺的步道上 互相照顾互相分享 无所畏惧的面对临下低温 还有低氧的双重挑战 展现了积极谨慎态度 让谁对的大人们都感到不可思议 一路比起大拇指大声说赞 东华富小和湾北风 登顶成功 耶 大家欢迎来到新闻总和报道 大家欢迎来到新闻总和报道